大家注意看啊 这一级的联盟者 只是来挠我们的门了 他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听你那么说 你很有啊 升级又怎么样 还不是在给我刮沙 放个炮台给你按摩一下吧 留了留了留了 哎等等啊 你怎么走了 这联盟者终于是发现了 不对劲的地方了吧 你们瞧瞧 游戏可是刚刚开始 可咱们的床就已经满级了 现在的金币那是多得花都花不完呀 他联盟者有什么资格 赶来找我的麻烦 既然这么有钱 那必须来一波高消费 大门疯狂升级 发电站直接搞起 炮台提升火力 联盟者你可莫要生气呀 哎我还没看你最后一眼呢 怎么就嗝咕啦 怎么样小伙伴们 我猜这时候你们一定很好奇 我究竟是怎么做到 前期就有满机床的 好 只要小伙伴们帮辉哥点赞过万 马上揭晓答案 首先必须是这个 弹险模式的地图才行 我们需要找 有两个门以上的房间 才可以操作 我选择游戏开始 直接奔向右下角的房间 这个房间可就舒服了 足足有三个大门呢 注意看啊 等待倒计室结束 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先调整一个好位置 然后点击右面的大门 进行升级 选择免费升级 关键的一步来了哦 就在点免费升级的时候 趁广告还没有弹出来 咱们马上狂点自己的小床 看完广告之后 这床就已经升级完了 但是再次选择旁边的大门升级 那免费的升级依然存在 最后就是不断重复的过程 满击的大床 手到擒来 怎么样 爽吧 但这可不是什么隐藏玩法 这就是个游戏的漏洞 是个bug 趁还没有修复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不过先别走 辉哥我手里还有活呢 既然可以选择升级床 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升级大门呢 嗯 觉得可以成功的小伙伴们 发个弹幕666 告诉我哦 咱们实验开始 进入游戏 抓紧往右下角抢占房间 哎我说你小白 怎么跟我同一个方向呢 你可不要耽误我的实验哦 你不服吗 嘿我还就不信了 看看咱俩谁跑得快 哎呀还是晚了一步 但是我一个多射 这烦不还是我的吗 嘿要不要脸了 现在倒计时结束 咱们开始整活 一定要把角度调整好啊 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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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果然升级了 既然这样的骚操作可以完成 那咱们必须把这个大门给升级满 看我疯狂升级 瞅瞅 别看咱们这大门 其貌不扬的 其实已经是满级的大金门 瞧瞧这四级的练盟者 根本打不动我 我放个小货台 跟他玩一会儿 我说大兄弟 你可要努力啊 你过来啊 我 你努力的样子 真是让人心疼啊 我已经忍不住 忍不住 要小出生了 现在的我有着满级的铁门 对付着小小联盟者 简直是轻轻松松 还有谁能以我一战 有本事来打我呀 打了老爹 哦 BBQ的兄弟们 我只是把上面的门升到满级 下面的门让我给忘了 没想到联盟者也会搞偷袭呀 我不服 刚才那就是失误 这次我要来一波更狠的 直接通过卡漏洞 我这次把上面的门升到满级 下面的门也给升到满级 这次我看看 你还怎么搞偷袭 我打你妈妈 最后就升右面的大门了 直接把防御拉满 来呀 你来打我呀 我现在的防御 那可是固若金汤 哎 你在外面试制挠门 我在里面安心发育 怎么样小伙伴们 这把咱们靠着无敌的防御 成功拿下 没想到 这次抬写模式的更新 还有这么有意思的玩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大家还有什么有意思的玩法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我们下期见